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3日 星期日 這個 其實是兩天前發生的 但是很多網友要求我說 我其實也很喜歡說這個話題 就是關於電影 大家都知道 我也看很多電影 當然 西片也有 但是港產片比較熟 因為一直都很喜歡看 港產片 就算是那些比較爛的片 我也有時候也會看 當然有很多時候 港產片是 可以帶來很多啟發的 所以我認為 香港電影很有感情 我一直都很關心這個話題 這個新聞就是 電影檢查會引入 國安法的要求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影片都不會上映 以後 我相信也沒有人敢拍 這個制度其實跟大陸的 廣電總局的要求是很相似的 大陸 總之那一陣子一窩蜂去拍的 就不准你拍 比如說女性胸部不可以拿腦 那時拍的 武則天 唐朝那時就是穿這些的 那一陣子很多人吃東西 浪費食物 他就不讓他們吃播 不只是電影 甚麼都不讓他們拍 又不可以有黑社會 又不可以壞人 警察更加不可以壞人 公務員不可以有壞人 是吧 那些壞人最終原來是警察的臥底 所以香港那裏黑社會 以及以和為貴 都是說古天樂 其實是一個 臥底警察 這些劇情當然是很噁心的 大陸 一個充滿著謊言的角度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除了是騙子之外 公務員有誰不貪污 警察有多少好人 可能真的有好人 但是 我相信壞人的比例絕對多於好人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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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官員 貪污的官員跟不貪污的比例 我相信沒有人敢說 其實有沒有不貪污的官員 一個電影 原來是跟這個世界完全脫軌的 拍來做甚麼呢 不過大陸就是專門拍這些 所以有一段時間 甚麼都不能拍 人們就拍時裝劇 古裝劇 怕你二虎貢金 奉金不能拍 歐流一火風就拍了時裝劇 時裝劇怕觸碰到社會話題 又不能拍 就拍解放前 就拍抗日 拍很多諜戰 諜戰裏面 初初他們 都是打拆邊球 後來越來越大膽 後來就直接揭露共產黨的壞事 很多時候 初初就完全是 粉飾太平 幫共產黨投資抹粉 把共產黨說成唯一的好人 所有的國民黨都是壞人 後來慢慢說 國民黨都是好人 已經 捉露了中共的禁忌 又不准拍 有一段時間 連那些 愛情 也不可以太甜 所有的 外國很流行的 比如說泰國 台灣很流行的 那些BL 大陸是不准的 所有的就變成兄弟情 所有東西 大陸的 管制 管制 現在連 國家安全也加進去 好了 會造成甚麼影響呢 就是沒有人會開電影 因為不能開的 每一個話題 拍出來 除非你拍那個 好像那些 密室 密閉空間那些 在電梯裏面拍 那些懸疑片 只能夠拍那些 所有電影都在電梯裏面 這樣就沒有甚麼機會觸碰到中國了 除非這樣 如果不是 做不到 甚麼都做不到 而且不敢拍 讀讀的新聞 讀完之後就跟大家詳細談談 講支持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因為他們 我看到有些媒體 引述了田雞 所說 那就是 這個 叫做 電影 例如炸彈專家 他有一幕就整個香港炸了 炸機場 那是不是煽惑呢 當然 這些影片也不能拍了 他也引用這個苦膽濃威 電影的細片 炸了成棟紐約的摩天大廈 當然是煽惑啦 很多的影片也是這樣做的 例如Mission Impossible 其中一個恐怖分子 威脅要放核彈 其實 每一集都是說恐怖分子要放核彈 或是放像中共那樣 把病毒在全世界散播 不過 中共成功了 恐怖分子未成功過 我們如果真的要拍一部電影 有甚麼電影 只能夠說讀書 但是讀書有很多 例如說去補習 說上進 說一個青年很上進 但是 每個人都會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例如走後門 比你更加好 成績不好的 但是工作機會比你更加好 我又想起一部電影 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剛剛昨天再看 談永良適應李小章 因為 在下放了 這個農場 永遠都出不來 一輩子沒有前途 他有一次機會 機緣巧合之下 有人誤會了 或是他特意令人誤會他是一個 高貫子弟 北京來的高貫子弟 就是副總參謀長 李達的兒子 所以 整個上海市委 或是局長 那些書記 每個人都爭著他 巴結他 每個人都想 升官發財 這件事 可不可以拿來拍呢 當然現在不能拍 但是你如果拍這個現代劇 你沒有這些情節不好看的 一個人 一帆風順 平暴青雲 你也是電影來的 你也不是人 每個人 人身不如意事 實上八九 那可不可以有 奸角 一齣電影沒有奸角不好看的 一定有奸角 一定有壞人 那壞人是甚麼 英國人 美國人 大家記不記得最近那些港產片 拍這個 碧豪 拍這些女樂 他裏面的奸角已經全部換了 變成我養癮 鬼佬才是奸 連碧豪賣白粉都是好人 大家想一下 這些電影怎麼看的呀 全部都 但是中國共產黨 在他的治下 整個國家都是假的 所有東西都是謊言 無人無官不貪 但是 他製造一個 在這個電影裏面 全部都是好人 共產黨是好人 所有的官員都是好人 沒有貪污 所有警察都是正義的 沒有黑警 這件事 跟事實 剛剛相反 那麼你想一下 這些電影 有沒有人看呢 在大陸 傻氣就看 所以大家想一下 周星時回大陸拍電影 每年都拍攝西遊記 腦子轉不動了 西遊記穩固 但是現在據說 有人想拍攝西遊記也不行 因為牽涉到有些東西 買個六頂記 西遊記是相對安全的 但是 如果你將他以股奉金 也可以的 面對這些 壓力 面對極權 反抗 很多亂想也可以 不過周星時拍攝西遊記就相對安全 那麼以後 以後中國人只看西遊記 甚麼都不用看 拍攝超級英雄 專門懲戒壞人 甚麼都不用看 沒有的 你就是那個壞人喔 你拍來幹甚麼 是不是 大家看看漫威的 電影裏面的 對抗的邪惡國家 或者邪惡的力量 就是納粹如煙 納粹消滅了那麼久了 沒有的了 現在最惡那個 最無情 最邪惡那個就是中共 在中共的治下 你拍甚麼大角 你就是最大的奸角 你就是最大的反派 是不是 在反派的支持下 拍的電影 會有甚麼好看呢 但是我們要看看 港產片其實也有這個年代 當然它是不是反派 是因人角度啦 以往香港有很多黑社會投資拍電影 當然有很多爛片拍得出來 那些片全部都是 經不起甚麼時間考驗 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看 據說劉德華被人用槍指著他開工的片 當然 由黑社會去拍的片 當然也有 崩牙區拍自傳 自己投資出來 掃造他一個 比較正面的形象 但是也沒有用 他起碼 即使是他干涉到裡面 但是也不會拍到 完全美化他 當然是美化 美化多一點 但是共產黨 共產黨真是我的黑社會 所以連崩牙區的黑社會都說要很喜歡共產黨 很愛這個共產黨 當然是大家是行家 人家是大黑社會 你是小黑社會 是不是 現在香港電影 整個市場就沒有了 玩完了 自從 人們回到大陸拍電視劇 拍電視劇之後 香港的人才基本上是大陸 在香港也培養不了人才 因為 以往的香港電影怎麼那麼成功 就是因為 長時間以來多工開 多東西去 多東西摸索 很多時候 可以在這個工作 即是邊做邊學 邊學就變成 創新 創新了很多東西出來 以往 外國電影沒有威亞的 香港發明 這是香港才有的 威亞 現在香港 接下來 我想 整個電影工業 都會 沉淪 都會玩完了 因為根本沒有人敢 開戲 每一部電影 基本上如果你要嚴格來說 都過不了《國安法》 你給我任何一部電影 我都可以幫你聯想到 跟《國安法》有個聯繫 任何一部電影 我都敢說 我全部可以幫你上光上線 用張春橋的思維 用黃文元的文筆 用姚文元的文筆 每一部電影 我都可以幫你 想個反黨的理由出來 幫你安個罪名 香港電影玩完了 很多電影工作者 或明星 在做護旗手 恭喜你們了 你們不用在乎了 你們 沒得了 回大陸 拍紅燈記 拍紅色梁子君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